第一個是三三妹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三三妹 三個三妹 三個三妹 那這三個三妹 nes燕 �us 燈 水 燈 烈 燈 燈 燈 這三種三昧,一個是空三昧,一個是無相三昧,一個是無怨三昧 那這無怨三昧,我們講,是不是上次講了? 沒有,就是三解脫 三解脫,我們要知道,就是說,這個三昧,你看,三昧,就是說你在寂靜的那個當下,你在寂靜的那個當下就是三昧 所以,用文字上來講,這個三昧就是一定,就是定 但是呢,就是說,你要真正來了解這個三昧的意義,就是說你在寂靜的那個狀態之下 那個當下,不是狀態,你寂靜,我們來講,你寂靜不可能,不可能說,不可能這樣子,長極 不是這個長,長極光圖啊,長極光圖啊,活圖,那個什麼,凡聖同居啊,還有什麼,凡聖同居圖啊,還有... 莊嚴實報啊,長極光圖啊,長極光圖啊,這個是莊嚴實報 這個是,韓聖同 這是什麼東西 我都沒聽過 什麼也沒聽過 什麼也沒聽過 我記得啊 淨土 這是淨土 淨土 這個啊 我們這整個虛空 法界 大概分成這三個淨土 也可以講說我們在成就 成就佛淨土 長疾光土 這凡聖童居 凡聖童居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現在說佛世界就是凡聖童居 這個凡當然就是眾生 譬如說以滅於癡的眾生 聖當然就是聖人 這時候的聖人是指哪裡 指那個聖文聖跟元水聖 這是凡聖童居 因為啊 為什麼說是凡聖童居 為什麼那個什麼 聖文聖跟元絕聖 是在凡聖童居圖裡面 為什麼 因為啊 那個元絕聖跟聖文聖 他雖然是正入內盤 可是那個是有餘內盤 他還是會墮落啊 他還是墮落啊 所以那個就是凡聖童居 這個凡聖童居齁 我們用佛法的角度來看 用眾生的角度來看 就是像我們 我們都是與吃眾生 現在如果有一個聖人來 他跟我們聖人跟我們一起共需 那個就是凡聖童居 或是說台灣出現了一個馬英九這樣的聖人 我們台灣就是一個凡聖童居圖 這是眾生的那種概念 但是我們的概念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的概念就是說 就是說那個什麼 一個是與吃凡夫的眾生 另外一個聖人 就是說 你那個什麼 聖文聖跟元絕聖 你雖然收到這樣子 你還是會落入怎麼樣 你還是會輪回啊 你還是回到這個凡夫過來 那個就是 這個活法的角度 這個就是凡聖童居 這個莊嚴實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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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就是說 你正入的十項 正入十項 這個莊嚴實報圖就是你正入十項 這個十項 就是你到不生不昧 到不生不昧 那個時候就是十項 所以十項無項 這個什麼 誰的境界 這個莊嚴實報圖就是菩薩的境界 就菩薩的境界 這個長疾光圖 那個時候 菩薩的境界過來就是佛的境界 那個時候佛的境界就是長疾光圖 那時候的長疾光圖就是一片的清淨 一片的清淨 而且這個清淨就是我們叫做長疾 那個時候長疾光圖 就是佛境圖 就是佛境圖 所以這三個 等於三個一個境界 三種境界 所以你看 這個聖有沒有空 有啊 有空啊 那個什麼聖文聖跟元傑聖文 他就是正中到空 只是他那個空不究竟 不究竟 就不勝不滅 所以我們回來看這個啊 回來看這個三種三媒 這個病啊 我們這空三媒 這個空三媒 就是這個 空三媒 大概就是這時候的政代 就是元爵聖跟聖文聖羅漢的境界 正進入到友誼內旁 聖誓師在哪裡 來講過就是三解脫 就是這個三解脫 空解脫 空解脫 我們說裡面是能 外面是手 空解脫就是說 你怎麼樣 沒有能做也沒有所做 沒有能做也沒有所做 這時候是什麼狀態 沒有能做跟沒有所做 這時候就是等於法性控安 可以講說你正入什麼 正入那個什麼 性空 這時候是法性控 就是我們說 遠離了能跟熟 沒有能也沒有動 那個時候 沒有能沒有做 沒有能沒有做 自然就是怎麼樣 沒有生也沒有妹 自然就是沒有生也沒有妹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空 這是空 然後你看這時候是性空 那個什麼 再過來還有一個什麼東西 沒有 再過來就是這些像 你雖然是性空 整個空的 就法性空 可是 就是你對那個像狀 每一個念頭就有一個像 每一個念頭就有一個像 有一個像狀 你對這個每一個念頭的那個像狀 你還不了透 還不了透 如果啊 比如說這個像 比如說這個像就是五印珠法 這五印珠法的那個像狀 你都清楚 每一個像狀 你都清楚 清楚了以後 怎麼才算清楚 就是離像 這個像 你怎麼算清楚 比如說我們說眼睛 你眼睛所看的這些色 這些像狀 這些像狀 都是因為怎麼樣 這個像狀是因為 怎麼來的 因為你的眼根 你的眼根 看到這樣的一個像狀 然後 然後 經過你的視 你才知道說 這樣的一個色狀 所以 你知道這個道理 知道這個道理之後 你要想說 這個都是虛用分別的 原本就是生生妹妹的東西 原本都生生妹妹 這樣 你對這個像 對這個像的概念 就會有離像的概念 所以在談到像 我們今天講的那個四像 就是我像 人像 中心像 那我像跟人像 這邊OK了 因為你這邊空了 你這邊空了 就是說 那個 離能跟熟 所以那個性空 我像跟人像就空 可是中心像跟受子像 就在這邊 中心像跟受子像 這邊 你要去瞭解它 你瞭解它 瞭解它 再知道說 原來這個就是虛用分別的 都是你的如來方所引起的 你這樣一個觀念 轉過來以後 你自然就離像了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五像 所以這個 這個是我們講說這個是法性 這個就是法像 所以這個無像 就是對五音諸法 五音諸法 這邊我們講說 重心像跟受子像 這個 你要知道 要知道說 這個都是虛用分別的 你要遠離它 遠離它 遠離它 遠離它之後 這個法像就空了 那個就是離像 就是要遠離它 這個時候 這是什麼 空解脫 空三面 具備的 無相三面也具備了 你具備了這個之後 就是說 內外 多空 內外一如 你這些內外一如 我進入到 不生不滅 不生不滅的時候 你面對的 這是萬法萬象 面對這些 360度萬法萬象 這些東西 就是你面對的眾生 這個時候 當你不生不滅的時候 你要具備 什麼樣的一個心態 來面對這360度 你就是要發起那個什麼 無禁願 發起無禁願 發起那個無禁願 你就進入到菩薩行 發起無禁願 你要面對這些東西 你就是要發起無禁願 就是這些 以什麼 以這個慈悲為所要 以這個慈悲為第一藥物 慈悲為第一藥物 為什麼你要去度他 要去度他 這 度眾生 這個眾生就是萬法 你對這些萬法 你怎麼去面對他 那就是這度 你這些萬法 你曉得了之後 你面對人跟人之間 你就曉得怎麼去應對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四種紀論 你就把握那個原則 去應對這些 應對這些狀生 就是你要慈悲為所 知道嗎 所以 這個無厭 我們也講不做 這個無厭三昧 這個無厭三昧 你就是要以慈悲為所 以眾生為第一考量 發起無禁願 發起這個無禁願 發起無禁願 然後呢 然後去面對這個 這個眾生 那個就是無厭 無厭三昧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看 我們再複習一下 空三昧跟無相三昧 空三昧的時候 就是你已經進入到 那個聖文聖的境界 再加上無相三昧的時候 你就進入到聖不昧 菩薩的境界 然後你在屠殺的境界的時候 你就要去 以慈悲為第一考量 去面對眾生 那個就是 那個時候就是無厭三昧 這個就是空三 那個什麼 三昧內 我們再強調一下 這個 這個有關這個 這個法相 這個東西我們講說 你要離相 離相長得很簡單啊 你離相啊 怎麼去離他 那就是一個 一個 那個什麼 觀念 一個念頭而已 就是說 我們明瞭這個道理之後啊 明瞭這個道理 明瞭這些 比如明瞭四相 我相 都知道 我相就是說 你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A相 一開始流線 一開始流線 A相一開始 文明一啟動 那個 那個當下 我就出來了 啊我一出來 就有一個相狀 那個就是我相 啊 人相呢 人相就是說 你 我一出來 然後六 就開始分別 七就開始造作啊 那個 那個人相就出來 那個就是人相 啊 重生相齁 這個就是重生相啊 齁 這個重生相 比如說好 我 我跟聽到的 那個 聽到的那個什麼 那種 拋花聲 好啊 這拋花聲聽到的 這個拋花聲在這邊聽到啊 你到那個什麼海邊 到任何一個地方啊 到機場也可以聽到拋花聲啊 到處都有 那個就是重生相 啊 可是呢 再過來 掃指相 針對這個聲音啊 針對這拋花聲 怎麼樣才可以 那個拋花聲的掃指相啊 怎麼來看待它 這個拋花聲齁 那個掃指相是怎麼樣 怎麼樣才可以形成拋花聲啊 就是形成拋花聲的元素 這些元素 你把它挫起來 那個就是掃指相 哪些元素 拋花聲 你一定要有什麼 要有這個空氣的傳播 有沒有 那邊聲音在那邊 那邊聲音 一蹦一聲的時候 透過這個什麼 這個空氣啊 那個什麼 氣流啊 把這個 那個聲音 傳播到我們的腦袋 這是一個元素 另外一個元素 就是說 它為什麼會碰 就是你一定要有火啊 來把這個拋花給點回來 火跟拋花 點燃起來以後 它就會碰 對不對 這又是一個元素喔 好 另外拋花為什麼會碰 拋花就是它用 用一些那個什麼 炸藥啊 炸藥 炸藥把它包起來 炸藥包起來 用什麼包 用紙來包 紙 炸藥 這個都是元素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什麼元素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炸藥啊 一定有一個引性啊 對不對 像這些元素喔 這些元素 通通都是 通通加起來 加起來會造成 保母醫生 你火點進去以後 這些 這些因緣啊 聚合起來之後啊 才會 碰一聲啊 所以這個 碰的這一聲的 那個 這個 這個象狀 這些 過程這個 碰一聲的這個象狀的元素 你都把它 飢餓起來 這些就是 怎麼樣 這些就是 瘦子醬 每一個象狀啊 每一個象狀 都是生命的啊 比如說 那些材啊 那些也是生命的東西啊 還有 包起來的那個鑽 那些鑽也是生命的東西啊 沒有一個是恆長啊 沒有一個是長體的東西啊 對不對 這些東西 你知道這些東西以後啊 喔 原來這些所有的元素 所有的因緣 通通都是 虛弱分別 這怎麼來的 通通都是由我們的 那個儒賴戰敗的 我說他平靜通通都是空 他平靜通通都是空